趁仔今次讲解月形肝炎 大家听几分钟时间 我会令你记得月形肝炎的重点 慢性月形肝炎 肝脏位于腹腔的右上部分 横颊膜的下面 它在胃右肾和腸的上方 肝炎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样东西都可以引致肝炎 例如遗传病 自体免疫疾病 酒精 脂肪肝 感染 药物和化学剂等等 感染又可以寄生虫 真菌 细菌 病毒 都可以引致肝炎的感染 然后病毒的感染都有不同的类型 包括甲、月、丙、丁、牟 而月形肝炎就是由月形肝炎病毒感染 所引起的肝脏疾病 月形肝炎我们有分慢性 另外一个是不是快呢 不是 另外一个是急性 而接下来我会慢慢地说 慢性月形肝炎 这个趁仔小小频道就是用小小的资源 去fact check大大的话题 然后向大家报告 大家留意在萤幕下面可以按字幕的 旁边有个齿轮的按钮 可以教4K的画质 亦都可以选择播放的速度 如果你嫌我说话慢 可以教1.25和1.5倍 最后记得CLS comment like 和share 趁仔小小频道 慢性月形肝炎的流行情况 全球有超过4亿人 慢性月形肝炎 在香港 按照2020年至2022年度的人口 健康调查结果作推船 全香港整体人口当中大约有5.6% 即是约41万人患有月形肝炎 35岁或以上人士的月形肝炎感染率比较高 由于1988年实施普及儿童免疫接种计划 前出生月形肝炎的症状 书本上写有很多的症状 但实际上大多数新感染月形肝炎的婴儿和幼童 和慢性月形肝炎感染的大病毒者 都是没有症状 月形肝炎的传播途径 我想大家记住一个字 血当中包括输入受污染的血液 或者血液制品 和其他人共用针筒 用未经妥善消毒的器具 穿耳、纹身、针灸 共用剃刀、指甲钳等有机会受血液污染的用具 刷伤的皮肤、眼睛或者口部的黏膜 意外地接触到感染者的血液或体液 这些都是月形肝炎的传播途径 大部分患者是经母婴传播感染月形肝炎的 在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下 和感染者进行性接触也有机会 要注意的是月形肝炎的病毒 不会经母婴、胃部 或者一般社交接触 例如共用食具 一起吃饭、拥抱、握手、接吻等等而传播 所以记住传播道经 血字月形肝炎的诊断 都是一个血字 透过血液测试月形肝炎表面抗原 理论上月形肝炎的病毒感染 是可以变成慢性肝炎 从而肝硬化、从而肝硬 但实际上又不需要过分恐慌 在我们人口当中只有5.6%是有慢性月形肝炎 而慢性月形肝炎的患者当中 只有小部分会演变成肝硬化 而在肝硬化的患者当中 也只有小部分有机会患上肝癌 肝硬化的病发症 包括内出血、肝性脑病、腹水、肝癌 我自己就会用BEAT这几个英文字母 去记住肝硬化的病发症 为什么要治疗月形肝炎? 抗病毒的药物能够有效益 就是月肝病毒的复制 从而减低患上肝硬化、肝衰竭和肝癌的风险 所以记住月形肝炎 是有药医的 也有得医 自从1998年 黎青龙教授发表了第一只 医治月形肝炎口服药物 拉美肤定后 这二十多年已经有不同的新药 医治月形肝炎 我自己就会用LATTE 去记住月形肝炎的药物 最多人用的包括E-Antekovir 因替加胃 或者T-Tenovir 医生会根据慢性月形肝炎患者的个别情况作评估 以决定什么需要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考虑因素包括病毒载量、肝脏受损程度、腎功能、经济状况和有无华人 慢性月形肝炎患者需知 第一定期检查和及早察觉肝脏的变化 例如抽血检验肝功能、甲胎蛋白和病毒量 还有进行腹部超声波检查 第二遵从医生指示接受治疗和跟进 第三保持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 记不记得我之前都说过 除了病毒感染会引发肝炎之外 酒精、药物、脂肪肝和甲型肝炎都会引致肝炎 包括避免喝酒 不要自行服用成分不明的药物 以免损害肝脏 多做体能活动和保持健康体重 不要进食生或未煮熟的背壳内海产 患者需知的第四项 采取预防措施、预防病毒的传播 诊制贴士 慢性月形肝炎有六个字 你帮我记住接下来的六个字 第一月形肝炎是由月形肝炎病毒感染 从而引起的肝脏疾病 就是肝炎 第二大多数慢性月形肝炎感染的患者 都是没有病征的 第三一个血治 月形肝炎的传播途径 是接触到受污染的血液或体液 而月形肝炎的诊断是透过血液的测试 第二第四为何要治疗月形肝炎 因为我们想减少肝炎发作 从而减少肝硬化 从而减少肝癌病的风险 第五月形肝炎有药医 第二第六万性月形肝炎患者需知 记住复诊遵从医生的指示 和定期检查 趁着花了几分钟跟大家讲解 慢性月形肝炎的流行情况 症状传播途径 诊断 治疗 患者需知 是否很耳鸣 很耳机呢 建议阅读 自民可以去看 卫生署控制病毒性肝炎慢工室的资料网站 而医疗人士 我建议可以看 黎青龙教授在《刺针期刊》的文献 我将《超年结》放在资料栏 有兴趣大家一起读一下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